日前在东北某飞行训练场 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开展了一场高强度对抗飞行训练 寒风凌冽 一架架战机陆续滑出 踢次起飞 直办预定空域展开对抗训练 飞行员驾驶战机 与熟悉自己驾驶习惯的战友 展开较量 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 参训飞行员都感受到 实战环境的严苛性 连日来天山北路持续降雪 气温骤降 新疆郡区某陆航旅的 新年度首飞训练 在冰天雪地中展开 接到指令以后 武装侦察运输等各型直升机 相继升空 展开单机航行 双机编队 多机战术协同等科目训练 在多机战术协同训练中 武装直升机前出侦察警戒 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 超低空突入目标区域 完成定点模拟机架 此外 北部战区海军某防空旅 也于近日拉响了训练战斗警报 部队全员全装全要素 拉动到数百公里以外的陌生地域 展开了一场高强度 远程机动对抗演练 凌晨5点20分官兵们快速穿戴好装备 完成人员编组 物资运载 机会员随机下达攻击命令 敌空中目标被成功摧毁 此次训练全面锤炼了该旅在复杂条件下的机动作战能力